大家好,我是OpenFunction的发起人霍敏杰 然后今天我就会和我的同事刘安军一起跟大家分享Solice方面的一个topic 主要是说怎么样用领域生的Solice技术去构建一个现代的FaaS平台 好,我们知道加州大学伯克里分校呢 他有一篇关于Solice非常著名的论文 这个论文里也提到了就是说Solice会是云计算发展的下一个方向 然后它的重要性会逐渐的上升 那他对Solice定义就认为Solice是等于FaaS加BaaS 然后具体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里边最底下是一些硬件存储 然后上面其实是一个基础的一个云平台 各家银行商可能都是差不多有VMRVPC啊 什么存储啊这样的一些组件 那最上面一层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应用的视角 上面是用户的应用 那在用户的应用和云平台之间的一层呢 很大的程度上它可以称之为Solice 那中间这一层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分为两类 一种是云上的一些基础的服务 比如说是对象存储 KVA的DTBase 然后大数据的一些组件 还有MQ 那另外一类呢就是function和Service 也就是function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对于Backhand的Service呢 就是云上这些基础组件呢 其实各家云厂商可能都是提供的组件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然后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这个FaaS的这一层啊 它是其实是一个Service的一个核心 我们今天就是主动主动的讲一下这个FaaS的这一层 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在Service开源领域的项目的一个现状 我们也调研过就是现在的开源的FaaS项目呢 它绝大多数是启动的比较早的 大部分都在Kinetel出现之前呢 其实就已经存在了 比如说OpenFaaS 还有这个Cookless 还有Fashion之类的 那具体到Kinetel呢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Service平台啊 但是KinetelService呢它是其实它只能够运行应用啊 它不能运行函数 所以呢我们不能称KinetelService呢是一个FaaS平台 那同样的KinetelEventing呢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实践管理框架啊 因为这个FaaS呢其实都是有很多时候是由这个实践来驱动的 但是KinetelEventing它设计的过于复杂 但是可能是一些专家的用户呢可能会用的比较好啊 对于普通用户用起来呢是有一定的门槛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现在应该是最流行的一个FaaS项目叫OpenFaaS 它其实呢 技术战呢其实是有点老旧的 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讲 它是依赖于Plancius和Earth Manager呢 去做Auto Scaling的 也就是说会根据Plancius的一些metrics呢 发送告警到Auto Manager 然后再由Auto Manager这个告警 去触发函数的自动伸缩 那我们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做法 为什么呢 因为Auto Manager呢 其实和Plancius它是用监控告警的 那如果你非把它用做FaaS平台的一个自动伸缩呢 其实是不是很对的 那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就是近年来呢 它营业商领域的创新还是非常活跃的 在所有的私底领域呢其实也是一样的 陆续出现了一些比较比较优秀的这个根源项目啊 比如说Kader, Diaper, Cloud Native Buildpacks, Tecta和 ShaperWrite 这个我们后面会逐渐的讲到 那结合我们上面讲的这个Solius开源领域的一些现状啊 然后我们就认为现有的这个开源的Solius或FaaS平台呢 它并不能够满足构建一个现代的云人生FaaS平台的一个要求 那云人生Solius领域的进展呢 确实为这个构建新一代FaaS平台提供了可能 那我们后面逐渐的会讲到这些技术 那我们就看一下就是构建一个FaaS平台 它具体都需要哪些东西 那FaaS首先它需要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是由这个FunctionSwap去定义的 那有了Function和FunctionSwap呢 其实它也还不能运行 它必须得变成一个Application 通俗点讲就是你必须从一个函数 变成一个带有man函数的一个应用 那这个这个过程呢 就是把函数变成应用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transform的一个过程 转换的过程 那有了应用之后呢 它也不能运行 它必须得build 成doctor image 或者是vinary 所以是有一个build的过程 那build出来镜像之后呢 那你就需要把这个镜像去 部署到一个serving的一个run time里面去 那这个run time的它必须有一些特征 它的特征就是说它能够有monitor和autoscading的能力 就是说它会动态的监控这个函数的实力的一些metrics 然后并且根据这个metrics呢去进行一些决策 这个决策就是说我是否要伸缩这个函数实力的副本数 那有了这个serving的run time 就是你部署好了这个函数之后呢 那你得把这个函数提供服务到外面去 其实是有两种方式 那对于同步函数来讲呢 大家一般都是通过一个api网络案 发送rest或者是grpc的请求到这个api网络案 然后函数实力呢 执行完了之后 立马把这个结果返回给调动者 这是一种同步函数 那其实函数很多时候是由于由这个事件来触发的 比如说Cavica的events 或者是一些对象存储处的一些事件 比如说你上传了一张图片 还有Github的一些events 那这样的它有这个事件管理 它是事件触发的 所以就需要有一个事件管理框架 那下面呢我们就会按照刚才讲的关键的几点 去看一下去怎么实现这个构建FARC平台里面 比较重要的几个部分 那首先函数转换成应用 那通过什么方式把函数转换成应用呢 我们认为要通过这个function from work 那这个function from work的作用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就是说你现在比如说有这样一个function 是个hello world 它就收到请求会打印一个hello world 那这个函数是不能运行的 所以呢我们就要通过函数框架呢 就是把它转换成一个带有闷函数的这么一个应用 那我们可以看到高亮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刚才写的这个刚才展示的这个函数 那它是被包裹在这个问函数里边 然后通过register这个函数呢 它其实是把它给注册到这个函数框架里去了 那我们固定这函数框架呢 它是现在是支持HTP Cloud Events 还有我们自己open function在这种spec 所以这是把函数转换成应用 需要这个函数框架的一个支持 那另外一点就是你构建那个函数 你有了这个应用之后 需要把这个应用构建成这个可运行的image 那我们知道现在啊 那build的领域的一个现状就是k8s 它已经起用了docker 作为它的contenter run-time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在k8s里边 用docker in docker的这种方式去build docker镜像 那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呢 去怎么去管理这个build pipeline呢 其实都是问题 那对于build pipeline 其实原生领域呢 其实也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工具 比如说tag-time tag-time tag-time管理这个build有限制有三部分 一个是货学代码build image 然后push image 那对于实际触发这个实际进行build的这个过程的工具呢 其实也有一些选择 就除了docker之外啊 那主要分为两类啊 一类是这个cognitive buildpacks 这是pivot和horrup开源的一个新型的一个build工具 它的特点就是它不依赖于docker file 它是会去自动的分析你这个原代码是需要用什么方式去build的 然后呢 它会一层一层的去把这个host-time标准的这个行动的animage给build出来 比如说它是不依赖于docker file的 那另外一类的build技术就是依赖于docker file 就是下面的这三种啊 叫buildah buildkit和canic 就是都是依赖于docker file 那这就有个问题来了 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多工具啊 怎么在对这工具之间进行选择 然后选择了一个之后怎么进行切换 所以最后有这么一个问题 那其实就是涉及到另外一个项目啊 这是红帽和fm开源 那这个项目呢 它就是能够解决我们上面谈到的这个问题 它能够在在几种build的工具之间呢 进行切换和提供一个选择 它提供上面提供了抽象的一层 然后使你这个切换的过程呢 就变得很容易 那举个例子来讲 就比如说啊 他会定义一个build的这么一个CRD 这个CRD里面其实重要的就是sample 一个sauce 就定义你的这个去哪去找你这个应用的代码 另外一个就是output 就是说你一个倾向build完之后 就是push到什么地方去 那最重要就是这个strategy strategy它其实是定义了你用什么方法去build的这个应用 那我们可以看个例子 就比如说这个例子就是说它是用buildpacks 去build的这个镜像的这么一个实例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两个step 一个是prepare 一个是build and push 那这每一个step呢 其实都会被转化成tactone里面一个task 然后整个呢 这两个step会穿成一个pipeline 然后由这个tactone的performance run 去把它给认起来 执行这个build的过程 那这个是buildah的一个脚本 比如说用户可以定义不同的build strategy 去在不同的工具之间进去切换 但是它也是有统一的api 可以控制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用的 那么这就是function build 那具体的function的serving的function服务呢 其实sinceiFood它servings byp书里面 定义了四种函数的调用的类型 就是上面这四种有同步的 有eboot的 有message queue的 又是这种job类型的函数 那在我们看来 其实就是可以把它简化成两种 一种就是说是头部函数 它一般是atp的 然后是blocking 然后也就是说用户发一个request 它必须得等到一个response 然后才会认为这个函数结束 然后才会返回 那另外一种就是ebo函数 也就是说它发了一个request 它不需要等到一个response 它就可以直接的就是返回 然后由这个函数框架去进行 对它这个event进行处理 同步函数和ebo函数 它是有不同的运营时的 包括cognitive service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同步函数的运营时 同时我们也关注到 就是cadr和cadr的htp插件 这配合department 它其实可以作为另外一个可选的 一个同步函数的运营时 这个后面我们会讲 那对于ebo函数呢 ebo函数我们是 我觉得是cadr 就是cadr和department 就是cadr可以对各种事件员的 根据各种事件员的特性 对一个department 或者job进行伸缩它的副本 那depr呢 是用于jail 对各个mq的访问 cadr和depr的配合呢 可以作为一个ebo函数的一个运营时 这个后面我会展开 其实函数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自动伸缩吧 这是kinetive serving的一个自动伸缩的一个机制 这个今天我们就时间关系我们不展开了 这个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去研究一些kinetive serving的 这么一个自动伸缩的一个机制 那如中讲一下就是cadr cadr其实我们知道kinetive serving 它是只能对hp类型的数据员进行自动伸缩 那cadr的作用就是说 因为它是能够根据各种各样 其他多种类型的实践员的特征呢 去进行自动伸缩 它的原理呢是 也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pulnessy比较有hpa 但是hpa呢 它就是只负责把这个工作负载 从1到n之间伸缩的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它是不能够缩容到0 也不能够从0复合 扩容到1 那从0到1之间这个自动伸缩的过程呢 就是由cadr来完成的 然后cadr它其实是把hpa和它自己的这套机制呢 结合起来 所以就实现了一个根据多种实践员的特征呢 把这个工作负载从0到1之间伸缩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看一下cadr它支持的实践员其实是很多的 其实分为几类 一个就是云上的服务 那比如说是pws的kinesis Azure的mq 那另外一种就是开源的一些组件 比如说cafka 还有redis 还有普洛米修斯 当然普洛米修斯不能够scale到0 当然还有一些另外一类就是cpu或者是chrome 这样的一个实践员 我们可以看到例子简单的讲一下k的 k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定一个scale object 其实定义了就是你伸缩的一些特征 就比如说你最大的覆盘数 最小的覆盘数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例子里面 它是最小可以收缩到0 最大可以扩容到10个覆盘 然后是你是多长时间去检测一下它的metrics 这边pull interval是15秒 然后是call down period 就是我检测一次之后 我伸缩完了之后 我要保持30秒的时间 然后再去决定是不是下一次还要继续的伸缩副管 比较重要的就是trigger的部分 trigger定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类型 就是对kavka进行伸缩 然后是根据了哪一个kavka的哪个topic里面的哪个consumergroup 进行自动伸缩 那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lagslashhood 这个其实就表示你消息堆积的数量 这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你这个消息堆积超过了10 那它就会加一个复本 如果是到了20 它可能会又加一个复本 那你这个消息的堆积如果是0了 也就是说都消费完了 所以它就会伸缩到0 收缩到0 这是kav的一个原理 那当然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那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没有在kavka里面看到 对于atb这种实验员的这种伸缩 那它其实是由kavka的一个atb插件去实现的 那这个插件呢 其实现在还是在积极的开发中 现在还是一个bade状态 然后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 如果这个插件是完全的稳定的da的状态 那我们会把它集成到open function里面去 作为一个t换kinetive的一个同步函数的一个运行室 那函数的服务呢 那其实涉及到另外一个项目啊 叫dapper dapper 是微软开源的叫分布式应用运行室 那它其实是把这个分布式应用的能力呢 给抽象成了几类啊 比如说你分布式的应用一般都会有无间的调用 一般都会有状态的管理啊 一般都会有这个事件驱动 也就是说你会publish 有一个pubsub的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分布式应用的同样会有一些输入和输出 也就是说涉及到一些resource binding 还有一些可观测性啊 一个机密数据的访问 那抽象成这些能力之后呢 它会把这些能力呢 用htp或者是grpc API的方式呢 提供给各种各样的语言 来使用 然后你的应用是用这些语言开发 就可以调用这些语言的deper的sdk 去访问这些分布式的能力 那它的好处其实是在哪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说你如果你这个function呢 你不用deper 那比如说你有五种语言的function的这种支持 那你要对接10个mico的话 那你就要写50种实现 那对于有了deper之后呢 因为我们知道它其实是提供了一种atp或者gpc的实现 也就是说它实现了一个虚拟的mq 那你也就是说你这五种语言只需要对接一种mq就可以了 那所以它只需要写五种实现 对吧 然后所以我们认为这个deper呢 其实它能够极大的简化应用开发的这个负担 然后呢 它能够使尤其适合于这种sourless这种多语言的这种开发 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有必要引入deper 作为function serving的一个最后支撑的一个技术 那下面就由我的同事刘安君来给大家讲一下openfun 我们开源的of function它的架构还有一个demo 下面教会安安君 为了解决目前fuzz存在的问题 我们基于这些新的技术呢 开源了openfunction openfunction主要包含这几部分 function function是用于定义一个函数的 它包含了函数构件镜像以及运行所有的参所需要的参数 当一个function被创建的时候呢 我们会触发一个build的过程 build会使用severwriter它去build我们的镜像 当镜像生成完成以后呢 我们的server会去运行这个镜像 根据我们function的类型不同 我们会使用不同的运行时去运行这个镜像 同步的函数我们会使用同步的运行时去运行 然后同步的运行时是由kinetive去实现动态伸缩的 evo函数呢我们会使用evo的运行时去运行 evo运行时我们使用的是dapper加上kid去实现这种动态伸缩的过程 后期呢我们也会支持使用kid的这种同步的运行时去运行函数 event source呢是用来管理事件源的 因为我们kinetiveeventing它比较复杂 对于普通用户它的门槛比较高 所以我们自己实现了这种event source用来管理事件 event source首先我们包含这个event source 用来去对接各种各样的事件源 然后我们使用的是这种异步的函数来对接我们的事件源 可以实现这种根据事件的数量进行动态伸缩的功能 当event source数据到数据源以后呢 数据到数据事件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事件直接调用我们的这种同步函数 然后给事件源返回一个结果 也可以将我们的事件写入到event bus event bus呢我们实现了跟底层的MQ进行了这种GEL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任意类型的MQ去存储我们的事件 event bus中的事件呢可以直接触发一步函数 也可以去通过一个trigger实现这种过滤 对过滤完的事件我们可以重新写入到MQ 进而去触发event函数 下面呢我们通过一个demo对于这个open function做进一步的了解 这个demo呢是一个使用open function实现日志告警的demo 我们将keeper s平台的日志写入卡夫卡 然后用一个eep函数去消费日志 对日志进行过滤 当日志中包含404错误的时候呢 我们会触发一个告警 可以建议发送一个通知消息到slack 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容器平台 然后首先我们会我们容器平台有自己的日志 你可以看到这个日志是实时 这个日志是实时的 然后呢我们会配置一个 一个 配置一个日志收集 这样我们会把我们的日志导入到我们的卡夫卡里面 同样呢我们会配置一个 我们的通知系统 我们配置了一个slack的通知 我们会发到这个test这个channel里面 嗯 我们的日志呢是由这个叫wordpress这个负载去产生的 这个负载我们已经部署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function实际上 对应的是我们底层的 那他负载实际上是由我们底层的这个 deployment 来实际运行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deployment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deployment 刚刚已经完成了一次伸缩 现在 进行了下一次伸缩 因为我们的这个日志量又增大了 所以他现在伸缩到了更多的副本数 现在日志量又减少了 所以说这个 一定要处于伸缩过程 然后我们可以简单的出发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之前出发的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个404的错误 这是刚刚我们出发的这个 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 这个例子 也就是说首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这个函数这个函数的作用很简单 就是我们从这个demo project下面的NameSpace里面这个 wordpress这个应用里面去筛选404的 包含404的日志 如果存在这种的日志的话 我们会把它发送到我们的 notificment manager 然后产生这种通知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function的定义 我们在前面讲过方向引擎核心 首先我们的 emad 就是我们要产生的这个镜像 然后 这是build的部分 用于build的镜像 然后首先是build的镜像 然后是我们的 getHub的地址 serven包用于这种运行镜像的部分 这是我们的eep函数 然后这个地方是用来定制我们的这个 可以用来定制我们的工作负载 然后我们这边input就是卡夫卡 output就是我们的notificment manager 然后这个地方就定义了我们的depot的 两个组件 这种k的这部分就是用来实现动态伸缩的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例子 然后呢 我们的看一下我们的roodmap 目前我们已经开发到了0.4.0的版本 预计在2022年的一季度会开 会release0.5.0的版本 这个是open function下一步的这种计划 首先是支持这种ingress 然后用ingress 为function创建一个统一的访问入口 第二个呢 是支持我们自己的这种open function的同步的函数 第三个就是支持python的function framework 和builder 然后我们会实现open function的api 进而呢去实现自己的console 然后是支持函数编排 然后支持这种rass function和webs assembly runtime 最后呢是和skywalkan进行整合 支持这种function的trason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分享的全部内容 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 然后加入到我们的社区群 有问题的同学呢可以在线上进行提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